你又怎样说美股今年一直创新 也不是今年 其实它长期的走势 美股也是向上 究竟是否可以持续出现 当然刚才说了两个 很有名的专家的看法 其实这也是很跟上他们本身的风格 只是很好的 他说得相对好一点 莫名叫我入博士 这次说得比较悲观一点 其实很跟上他们的看法 这也是很好的 没有两头摆 怎么说 但是从他们当中看的那些理据来计算 反而我觉得 刚才你说的 但是很有那种专家来计算 其实他好得来 我觉得也不算很乐观 因为你看到他也说到 有机会调整 甚至乎他说标指最高的五千点 虽然连日都可以回到五千点 但是这刻标指的位置是4700多 其实五千点也不够一成 其实只有那二百多点的升幅 所以其实你说他算不算 真的很乐观 其实我觉得有暗藏 都是审慎了一些 相对是审慎了一些 我觉得可能真的 说得好都关一来 真的升足这么多年 你去到这些高位 虽然这个说法也说了很久 但是我想下年要看的 真的都比较多 因为很同意 譬如梅尔博士所说 其实要留意的因素 虽然现在大家都大部分会说的 但是你说如何反应呢 这个真的很难估计 譬如你可能美国那边 收水以至加息的因素 这个很关键地就是 虽然路线图现在就算清晰了 就是美联储都给大家看了 或一点都看到了 但我想最终令到美股 是否需要调整深一点 还是不需要调得太深 好看力度 我想最终 譬如你收完水之后 究竟加息 是否跟现在一样说 加三次 还是会突然更快 还是会更慢一点 这个就会主宰着市场的 动作性其中的因素 但我想暂时都要看着 整个通胀是怎样走的 比较难估计一些 而以来真的是疫情 虽然其实拜登 你看到过去就排斥定心 又说不会封城 Omicron 又不是很夸张 但你看到现在 当地的确诊数字是真的多 虽然暂时没有太大影响 有太大冲击 因为多极都是比较轻症为主 可能不是一些重症 但你南部 可能下年突然间又来一波反复 会不会有什么变化 这个都是要去再忙的地方 连带来到这个这么高的位置 其实过去都说过 未来我想除了这些宏观因素之外 很看着美股的企业的盈利 因为如果你说这刻 三大指数升了两成的上来 去到一些历史这么高的估值 企业亦是去到一些很高的股价 我想未来要看着 盈利能够支撑到 其实过去这几季的季迹 都有提及这个点 所以你见到 曾经因为怕有些支撑不到 其实会调整过的 但最终出来是可以的才会上升 所以我想未来一年 都是要看着整个企业盈利 究竟能否创成这一刻这么高的一个估值 我觉得暂时对美股的看法 不止非常悲观 我觉得要大塌 其实应该的机率就未必是太大 除非刚才说的那些因素全都很差 譬如疫情真的又是再失衡 又或者企业盈利突然转弱 连带上增加美国又加息得很快 这才会令美股有一个很大的调整压力 但是如果正常地走的话 美股可能会有调整 但我觉得调整幅度就未必是特别多 因为始终你也是一个相对性 我想除了看美股自己的因素以外 也要比较不同股市的层面 你不同地方的股市 其实过去这几年也都很明显 有什么事最后都是留到美元相关的资产 美股身上 所以这个又可能会有少少令到他们 就算跌得来都比较偏硬朕一些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说会有机会调整 但看法上还未算太悲观